可以看到这一组有两名蝶泳选手 分别来自二道的张雨菲和六道的王依纯 张雨菲在15年世锦赛是女子200米蝶泳的铜牌的得主 确实有一定的实力 好 比赛开始 这一组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你可以看到张雨菲是率先转身 领先优势还挺明显的 0.83秒了 25秒2的前50米分段 对 18年亚运会它是100米蝶泳的亚军 200米蝶泳的冠军 看最后的15米冲刺 报运A标是54秒38 应该达到了没问题 52秒90 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 52秒90 这个成绩非常的好 太精彩了 打破了上海的选手庞家颖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创造的这个 53秒13 也是时隔了12年 真是 真是 恭喜张雨菲 一位蝶泳的好手 现在是打破了100米自由泳的全国纪录 52秒90的成绩 打破全国纪录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向长纪录的舞员 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贺张雨菲 祝贺张雨菲的教练 崔灯荣教练 对 22岁的一位选手 正是一个黄金的年龄 我怎么还怕自由的情况 自己也是没想到 这就是典型的喜出望外 对 状态很好 一不小心就别用选手破了自由泳的全国纪录 52秒90